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 一个举动 生气 或者爱上对方 很多男生都是我们说的钢铁直男 他们不会甜言蜜语 今天小红教大家几个技巧 只要学会一个 就可以让女人的荷尔蒙飙升 也会让女人更加爱你 离不开你 因为女人往往都比较感性 很容易被男人的细节感动 拿我本人来说 我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 事事有回应 渐渐有着落 这样我才能感受到真真切切的爱情 不是嘴上的承诺 很多男生都说如今的女生不好追 其实女生很好追 只是你没有用对方式与方法 女人喜欢细节 可是男人往往忽略细节 一个男人喜欢女人的话 女人是能感受到的 但是他不会轻易地给你回应 他想确定你的心意 想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 而男人往往很粗心 不理解女人的心理活动 也不知道怎样的方式能让女人对你动心 今天小红就教你这几个方法 如果深爱一个人 一定会把对方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 也会时时刻刻想与对方在一起 简简单单的行为就能得到满足 今天 教大家的这五个行为要比死缠烂打管用得多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一 倾听女人的心声 做最懂她的那个人 听过一段话 男人满足女人的首要法则就是要倾听 男人耐心地聆听伴侣的声音 就意味着对女人的关爱 理解 尊重 忠诚和体贴 女人渴望的爱其实很简单 她特别希望另一半是懂自己的 并愿意倾听自己的心声 然而很多男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当女人和男人诉说自己的事情时 男人却在一旁敷衍 她想用心和你聊聊天 而你却不给她任何的回应 想激发女人的荷尔蒙 你就要做最懂她的那个人 她笑的时候陪她笑 她哭的时候陪她哭 她有心事想和你诉说 你就认真倾听 长此以往 女人会认为你们是契合的 她会感觉到你在乎她的心情 重视她的感受 这样女人可能就会对你有新的认识 她会慢慢对你敞开心扉 才会对你动心 二 有空的时候 要常常陪伴在女人身边 陪伴不是时间概念 它是有血有肉 有温度的 它是爱的内容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是深爱一个人的证明 在一段感情中 女人最渴望的便是男人的陪伴 在她需要你时要及时出现 别对她置之不理 女人孤独时要安慰她 别一味地敷衍她 想激发女人的荷尔蒙 就要多腾出一些时间陪伴她 制造两个人独处的机会 给她温暖与关怀 这样她会很有安全感 会爱你更多几分 相爱的人走到了分开 多半是因为一个不主动 一个寒了心 若是男人想挽回女人的心 就要主动给予女人陪伴 让她重新相信爱情 三 给她准备一些惊喜 让她拥有小确信 爱的方式千差万别 没有最好与最合适 还是要看你的心上人 最喜欢的是什么方式 不得不说 女人是喜欢浪漫的 尤其是当心爱的人 送给自己玫瑰和礼物时 女人会很感动 对于女人来说 礼物花了多少钱 她并不在意 她真正在乎的 是你对她的那份真心 有一次 男朋友偷偷给我订了汉堡和鸡排 当我接到外卖时 感觉心头意乱 虽然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 但她制造的小惊喜 还会令我心动 如果你真的爱她 就在某个特别的日子 给她准备一些小惊喜 她会感觉到你的用心 想激发女人的荷尔蒙 就要刺激她 令女人有对你心动的瞬间 很多时候 爱情是需要仪式感的 你给她浪漫 让她欣喜 爱也会更长久 四 记住对方无意间说出来的话 两个人在一起就会聊天 无意间也会说出一些话 无意间说出的话 也是女人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比如这个东西我很喜欢 或者这件衣服很漂亮等等 这个时候 男人要是可以记住女人说的话 就会让女人非常惊喜 心中也会默默地为你加分 也会更加爱你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 才会记住自己的喜好 也会真真切切地 去落实到生活中 这时女人一定会为之感叹 五 过马路紧紧牵住女人的手 两个人在一起 简简单单的行为 就能够让两个人很甜蜜 比如两个人逛街会过马路 当男生紧紧地牵住女人的手时 女人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感动 也会变得更加爱这个男人 其实往往从一些小事上 可以看出这个男人爱女人的程度 很多人在一起以后 感觉这些事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往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可以挑拨我们的心弦 结束语 很多男人会觉得 女人喜欢听甜言蜜语 但甜言蜜语听多了 没有实际行动 也会让女人感到失望 所以喜欢耍嘴皮子的男人 女人一定不会喜欢 也不会激发女人的荷尔蒙 即使想让女人离不开你 就要从细节入手 对于女人而言 这五种行为很重要 男人一定要学会这些方法 因为好的感情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营 永远不是一个人付出 一个人感觉理所当然 如果爱她 就从简单的细节入手吧 会让女人离不开你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